讲那个你不要还我钱的话就post 然后我就觉得哇 他做什么的哇他帅耶 就是如果他触碰到我的底线的话 我就觉得不能 哈喽大家好 我是Polora 欢迎来到我们的两性聊天室 很开心呢 在这个聊天室 和大家一起探讨不同的 有趣的恋爱思维 那么今天呢 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嘉宾 Sharon 哈喽大家好 我是Sharon 那么Sharon的恋爱思维呢 我之前是有了解过 就是有见识过你是真的是很给的 然后今天呢 我想要问你就是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恋爱脑吗 曾经是一个超级恋爱脑 现在已经不是了啦 现在已经不是了 经过了多次的历练 哈喽 所以你如果要给自己打一个恋爱脑的分数的话 你觉得 厉害 OK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把不同的恋爱脑的 就是类型分出来 然后过后我们看 他是不是真的是恋爱脑灵 OK 首先我们会讲到美颜脑 美颜脑就是你会去带一个美颜利镜 去放大这个人的好 不管他是帅还是不帅 你都会可以放大他的好 可能他脾气暴躁 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霸道总裁 这样子 就是 总之就会各种的去美化他这样子 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啊 就是那个男生长得还蛮好看的 就是他长在我的审美点上 然后我就觉得哇他做什么的 哇他帅诶 那种感觉 然后现在就不会了啦 不管他是怎样子 就是如果他触碰到我的底线的话 我就觉得不能了 所以如果他样子是长得像王家俄样子 然后过后他跟其他的女孩子撩骚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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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王家俄也不能 想一下 王家俄他是帅 但是其实在我的审美角度的话 我觉得还好 我比较喜欢那种周杰伦这种 所以周杰伦如果是跟其他女孩子撩骚的话 他还是你的男朋友 也不可以啊 也不可以 可是他唱歌好听哦 他唱歌好听是他 是又不是我的事 哈哈哈 他乐到我 他乐到他跟别的女孩子撩骚 就是他已经伤害到我的心 看啊 这个就是人间清醒Sharon 然后过后接下来呢 就是 慈善加恋爱恼 你会不会就是有过这种经验 就是你会花很多钱在对方的身上 可能每逢过节啊 你就会觉得 不用整个你买偏夜的东西给我也没有关系 我就想要你开心 我就买贵贵的东西给你这样 有 以前有 哈哈哈 OK 以前就是会 跟一个男生在一起 然后很喜欢他 然后就会 跟他花很多钱 就一直在他身上花钱 就一直在上花钱 吃东西也是我花钱 然后吃趣啊 什么什么都没有给他花过钱 哦 就是他花他的钱你会心痛 但是你花自己的钱你不会心痛 我就觉得OK啊 哈哈哈 然后我还买那种 呃 会买那种图啊 嗯 去送他 这样如果他可以借钱的话 也是借 不过幸好他们都有还钱啦 哦 都有还钱啦 所以他们是 后开 在你 在一起的时候还 还是就是分手过后 分手过后 OK 可是有一点 就是会干嘛 argue 就是吵吵吵吵 然后后面都拿到不是很愉快 就讲 如果你不要还我钱的话 我就post你 哈哈哈 然后他们才怕啊 然后他们才还我 嗯 看你 是非常的 哈哈哈 很厚啊 所以很多前男友会跟你借钱啊 这样子我们换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今天中了 一千万的那个奖金啦 然后你的前男友 他被抓了 然后他需要用到一千万来解决他的这个case 然后他跟你借 但是你那时候又有这个一千万哦 就是extra的一个一千万啊 那个是前男友还是现男友先 前男友 就是我现在已经跟他分手了 他跟我借钱 啊对 我跟他 还要接他 他可能刚才跟你分手不久 已经是前 都讲前任了 都已经是bye bye了 我怎么还要接他 而且如果会分手 肯定是因为这个人有问题 所以才跟他分手嘛 这样如果他是你的现男友 现男友的话可能会借 就是要看我们当时候的关系 呃到多么深厚哦 借了过后可能会分的哦 嗯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ok ok 对就是一个点咯 所以我觉得咯 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还是 甚至是亲情都好啦 如果不想要这段感情关系破裂的话 尽量都不要借钱 因为通常借出去的钱除非你是已经expect了 这个钱拿不回来了 不然你借出去了 maybe可能会要不回来 然后你们就会发生争吵啊之类的 所以这段感情就很容易破裂 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没有借这个钱出去 人家甚至会觉得 哎你是一个有边界感的人 他们不会觉得你很好欺负啊 就一直来找你借钱 呃只要是想要保留一段关系 都不要借钱 然后也不要给别人知道你有多少钱 一个就是观音脑 就是呃会想要去改变这个人 即便这个男人他是一个 以前他是一个渣男这样子 有过很多的history 然后过后他还是会觉得 ok我愿意一试 看看我可以不可以去 呃改变他 感化他用爱 嗯你会这样子吗 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是没有办法被改变 除非他经历了一些很 很挫折的东西 嗯他才有可能被改变 嗯就是比如说他先是一个很渣的人 嗯他maybe真的是要经历过一段 很像这个女的是他的最爱 然后他就是因为渣所以分手了 嗯 类似啦 他才有可能会被改变 但是也不一定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的性格 从一出生开始就已经定在那里了 嗯我的经验来讲的话啦 我是觉得我有尝试过这种 这种就是想要感化他 想要培养他 觉得他抵坏不到哪里去 嗯 可是到最后都是 悲剧收场 就是被打脸 我自己被打脸 嗯都是悲剧收场啦 都是这样子啊 这样子的话你对于就是 是恋爱脑的人 就是你觉得恋爱脑比较容易获得幸福 还是清醒一点 比较容易获得幸福 其实恋爱脑的时候 会觉得他自己很幸福的哦 我们旁人会觉得 诶你怎么这样你怎么这样 你不要跟他在一起 杀男什么什么 但是他在沉浸那个里面的时候 他自己是很幸福的 对他可以感受到最快乐 跟最伤心咯 是这样子讲吗 恋爱脑 你恋爱脑的时候你快乐吗 有快 有很快乐 也是有伤心 但是就会觉得 诶他也是有爱我啦 怎样讲 其实他也没有到这么差啦 这样子 啊你这个是自己 自己PUA 自己哦 恋爱脑都是这样子啊 自己PUA自己 这样子你就是会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去研究 自己的问题 instead of 他的问题哦是吗 通常我每次都会去找自己的问题先 如果真的是我自己的问题的话 那我就会去改哦 可能有些时候是对方的问题的 但是你也是要选择去包容他 如果你真的是爱他 但是这个前提是他没有超过那个底线 所以在一段感情里面 你会先跟对方讲你的底线 还是说 会 你会 就是 一定要提前每个月到 跟他list出来就讲 你不可以这样子踩到我的底线 因为男生是很健忙的 你跟他讲过一次 可能他三个月后就忘记了 他就觉得哦你只是随便讲讲的 嗯 你会看到他有一点点动静 就是他要触碰到你的底线了 你就要再remind他一次 你这样子做我会生气 我会跟你分手的 嗯 但是有些人的底线哦 你的底线是在哪里呢 有些人的底线是可以接受 跟男朋友跟别人聊骚 然后或者是出轨 然后再原谅 你的底线是 不能 你的底线是到哪里 如果撩骚之中就太低了啦 就是不能了啦 就是完全不能 总之关于跟女生太过于亲密的都不能 你不要讲那种什么加微信啊 聊天 总之很平密的聊天 我是觉得接受不到 你们这样好朋友都不会没很平密的聊天啊 你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有什么好每一天在聊天的 嗯 所以如果他跟你讲 我跟他只是朋友 不知道你看我们聊天记录 也没有什么东西 可是他就是一直replay他story 一直放love 一直放什么 不可以啦 放love是怎样 所以看到他清醒的 而且如果他连我都没有放love 他还没有放love给别的女孩子 是假的 我是接受不到 我也不会每天去放love给 我的男性朋友 所以看到吗 大家人间清醒的 Sharon 该我尝试了 要去PUA他 然后是完全PUA不到他 OK 这样子的话你对于恋爱脑的人 有什么就是来一些忠告可以给他们吗 我觉得女孩子 现代女孩子来讲啊 我们不要讲到太保守还是什么 我觉得女孩子就是应该要多谈点恋爱 多去见识多一点男生 你就会知道什么样的男生才是你真正想要的 然后 也比较容易去鉴别 诶这个是不是渣男 这个是不是好男人 他做这样子行为是什么原因 然后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对你 是因为可能你平时觉得爱很随便啊 所以他才会随随便便的对待你 所以这些都是你要一直去谈 谈到几次恋爱啊 你才会慢慢的从这些经验里面去学出来的 嗯 这个就很像就是有些人讲 就是你要客观的去看待你的这个对象 不要因为你自己主观的滤镜去放大他的好 但是其实当你跳出来这段感情过后 然后你再看你就会觉得 这男子 之前我觉得他 为什么这么闲啊 啊 地上有天下没有这样子 然后再看回去就觉得 这跟其他男生就一样咯 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我这种东西不是因为他的人格魅力强 可能是因为你的那个魅力气太强了 嗯 就是当局者迷啊 当局者迷 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好的方法就是来去看他的行为 但是不要去猜他在想什么 这样子会看得更加清楚一点 在我们结束之前呢 大家记得去followCaseMedia还有我们 然后下一期我们会讲更多有趣的两性话题 今天谢谢Sharon 耶 谢谢 谢谢你们的邀请 拜拜